山东大叔来越南接媳妇本来就一步一个坎过了不懈的努力即将见到彩虹的时候 阿姨又出现了意外虽然人没什么大问题 却扭转了整个局面 叔叔 要不然这个样子吧 就是大家的意思是说 阿姨现在出了车祸身体不便 咱如果过两天就走了 觉得不好意思是 先让我的话可以先回去 我去去给你家里面照顾照顾你家里面 你不用担心你留在这里 没事没事啊 那是不说家里面吧 就是意思是你留下来 不行我不能给 时间太长了 时间太长了是吧 家里受不了 受不了 那我的意思我回去帮你照看家里面 你在这陪着阿姨 是吧 你多照顾照顾他 每天是吧 感化阿姨阿姨到时候上市好了 再一块回去我再来接你们也行 不用 他都说是他愿意回去 愿意看他自己了 你的意思是吧 叔叔可能也精疲力尽了吧 说听天由命吧 一大早啊 阿姨的亲朋好友啊 街坊领居啊 都来纷纷的看望阿姨 帮助阿姨上药 给阿姨带礼物 叔叔也帮阿姨割草 放牛 细心的照顾着阿姨 走啊来 给小孩吃 给小孩吃 给小孩吃的 不客气 反正是 远亲不如近邻 我们一走啊 全靠你们这些街坊邻居 好好照顾阿姨 好不好 都看看他啊 好 来来来 叔叔拿着吧 就是说咱走之前呢 我把这个阿姨的出入境的问题给解决了 然后到时候至于他这个 看他自己选择 行吗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看了阿姨 来 谢谢你 不客气 给他 突然感觉到也许阿姨留下来是对的吧 你不是现在受伤了吗 身体不方便 然后我和叔叔过两天就要走了 不是说你不回去了 我们就走了 不管你了 只是说叔叔家里面的牲口 他每天都操心 他姐姐管不了 还生幼崽了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并不是说 你这个生病了 我们不管你走了 理解吧阿姨 不关键 你理解就行 就害怕你说 我生病了 你都走了 不管我 对不对 理解都行阿姨 还是那句话 你两边都有孩子 我错成了这一对 这边我受伤害 我错成了这边我不办 那边受伤害 所以我怎么做都是错 最终决定还是看你自己阿姨 你好好在家养伤养病 疼不疼了 还疼吗 疼啊 反正我感觉不到 我不疼 很多朋友说 你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了 我和叔叔非得让你回去 你才骑着摩托车 想问题分神了 才出这个事故 是不是 想的多 所以说我也跟你说成抱歉 对不起阿姨 都怪我 我们不逼你 你也不会出事故了 后来阿姨给我 我讲述这事故的过程 如果这一次警察判的这个责任在你 他的手都断了 你是不是还要赔他钱 他今天他说和他聊 去看看他们怎么说 先去看看 看对方怎么让 赔多少钱去聊一聊是吧 哎呀 这祸不单行啊 也收到了很多的留言蜚语 说我这剧本可以 我拉着全村老少 陪我演这一场戏 甚至有人说阿姨为了不想回去 给我们演的这出戏 还有人说 我又开始准备圈了 准备给阿姨凑医药费 哎呀 其实阿姨这次出事故 完全是为了 怕我多花钱 去走赵蒙娘家买的东西多 所以说阿姨自己去买了 所以说才出了这个事 所以说我也感觉到挺对不住阿姨的 啥那个钱不好挣好花 你偏不去买 你不知道的那钱 他都骗你 不好挣是吧 花得快 是啊 阿姨也是非常节省的一个人啊 呵呵 阿姨 手机的话 我正在给你办 办好之后呢 你要是想回去了 你就回去 不想回去 看你自己了 然后就是 我给你准备好足够的路费 足够你来回了 你自己看着办啊 然后我这边呢 有一千多万吧 有一千多万你拿着 如果你不回去了 你就好好养身体 回去了 你就当当这个路费用 我的心意 你收着阿姨 哎呀 你收着吧 没有的话你留着嘛 到时候你回去 回去好来回走 需要路费的 你拿着 我要 哎 拿着拿着 听我的 有有有的 你存着 留了你存着 你要是 回去看孩子 不是要花路费吗 我提前给你 希望你能够回去 哎 如果不回去也不怪你 你就拿着 就当给你花的 给你看病的 拿着 阿姨 拿着 我用了这 拿着拿着 拿着吧阿姨 听我的 听我的 我只要 听我的 听我的 拿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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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意 我也希望孩子能和你见一面阿姨 你 你往前往拿钱来干啥 那你出门出国一趟是不是得花钱来回坐车 我希望你能回去 还是那句话回去了 可以不回去 我们也不怪你啊 你自己看自己心意 我希望你能见孩子一面 好不好到时候 我正给你办好 到时候你回去 你都想回又回去 不想回去拉倒 行吗 好好 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要走了 要回家了 我孩子也生着病 我要回去看孩子 那有机会再来你们这里玩 好不好 听不懂啊 哈哈 对 翻译一下 对对 有机会再来你们这里玩 这几天也谢谢你 谢谢你了 这几天 我帮帮忙好好照顾阿姨 没想到最终 是这个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